好 接下来看到全国阿美族最大聚落之一的光复乡马太安部落 一年一度的以离姓年纪今天上午盛大开幕 不仅仅是传统岁石纪文化的传承以及实践 大会会长张正德表示 今年部落族人也积极的推动圣山旧址寻根 以及提升年轻世代对族群认同感 让马太安独有的勇士武骗群成为今年毅力姓的文化异象 在三井通过并受原住民族智慧创作权保护的马太安男性武骗流苏群服侍异象下 部落阿美年龄阶层牵手成圈 跟着传统古调的步伐祭祖迎领 一年一度的毅力姓部落年纪也正式展开 光复乡马太安部落为全国阿美族最大聚落之一 今天依循传统碎石记忆进行技术引领艳客 分享并发扬部落良善浩客乐于分享的精神 现场盛大又热闹 面对优势的主流文化社会 传统部落生活文化也面临极大挑战 马太安部落族人确认积极努力 透过各项文化研习策展附赠保存 并传承马太安的传统碎石记忆语言文化 让更多人尤其提升年轻世代对部落族群文化的认同感 期许我们部落族人在今年的丰年纪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庆典 它还是我们文化传承的象征 还有一个是心灵的归属 所以希望今年的丰年纪我们可以做到文化传承 还有我们自己对祖灵的一种付托 去年开始承接部落一粒性工作的拉克令阶层 在马马诺嘎巴克阶层支部的支持协助下 这一次特别将部落独有的物片流苏群男性服饰 作为一粒性年纪场域的文化意向 拟据部落共识 传承马太安特有的部落一粒性年纪记忆文化 接着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